GO 嗨 大家好 我是Danny 又到了我們這個 咒萌SIMA4D直播的時間 今天呢 是我們 就是 最後一次 算是就是 農曆的 今年度最後一次的 這個直播了 那 因為在 接下來就是 就是在過年後呢 我們希望就是在這個 直播的部分呢 有一些改變 可能會變換成不一樣的一個模式 來做這個直播的一個方式 那也就是 各位喜歡 看我們 觀看我們直播的一個觀眾呢 可以期待一下 那我們會有不一樣的這個方式呢 來做一個就是呈現 就是內容的一些呈現 那也希望呢 可以跟這個 廣大的用戶呢 能夠有更多的一個互動 好 那麼 今天呢 要講什麼呢 今天要介紹什麼 今天呢 要介紹的就是 我們這個 呃 Motex這個東西 我們今天要來介紹一下 那並且呢 會就是 稍微做一些就是範例呢 給大家看 好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直接來看一下我們的畫面吧 OK 把它拉過來 OK 把它拉過來 Happy Chinese New Year 對啊 準備要過農曆新年了齁 大家有沒有很期待呢 又到了要領年終的時間了 哈哈 首先呢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這個 Motex這個東西 Motex這個東西呢 就是Mograph它裡面的一個工具 那在打開Mograph的選單裡面之後呢 就可以找到它 找得到它 那我們先把它打開來看一下 OK 打開來之後呢 其實看到這個東西看起來呢 它就是一個3D的文字 那其實跟我們在線段工具裡面呢 有一個text 然後你再用一觸把它長出厚度 看起來似乎是一樣的東西 那這個Motex它到底有什麼一些不一樣的地方呢 好 那首先呢 我們還是要先介紹一下 這是它的基本的用法 那它的基本用法其實跟這個text 其實是差不多的 就是說我們可能想要編輯文字 你想要key中文或者是英文 都可以 OK 輸入完成之後呢 直接點一下 那其實它就會馬上轉變 切換成你所顯示的 你所輸入的一個文字 那再來呢 就是 它這個文字呢 它已經有設定好 就是有厚度的部分 厚度你可以在depth這邊呢 直接去設定 你想要多厚 多細 或者是只是一個面 都可以在這邊去做調整 好 那再來phone的部分呢 就是字體的部分 然後電腦裡面有的字體 基本上它都可以支援 那當然中文字的話呢 就是要使用中文的字體 才會有變化 好 再來呢 就是這個字體呢 它很有大小 用這個high來去做一個調整 好 那還有呢 比較常會用到的就是對齊的部分 好 你要靠左邊對齊 靠右邊對齊 至中對齊 好 這個都是可以在這邊 去設定的 好 那當然你在調整之後呢 你可以發現它的坐標軸的位置呢 會有一些變化 好 那這個其實是跟你在後續做動畫的時候 會比較有相關 好 好 那我先把它改成這個middle模式 好 那接下來呢 好這下面呢 有一個curning的東西 這個curning的東西呢 後面呢 有一個show3D GUI的這個按鈕 我們把它點開來 點開來之後呢 就可以 快速的針對你的這個文字呢 去做一些微調 那例如說 我們可能現在有四個字 那它的這個每一個字的大小呢 你可能想要做調整的時候 然後 其實 它是可以利用這個curning 這個工具呢 去做一些調整的 你可能每一個位置的大小不太一樣 高度不太一樣 或者甚至是間距不太一樣 這個都可以在這個curning這個地方呢 去做一個調整 你也可以從 就是多選 按shift 直接多選 可以同時去控制兩個以上的這個文字 快速的去做一個文字的一個編排 那再來就是基本的一個文字的調整 好 那再來呢 後面的一個選單caps 這個其實就是上蓋下蓋 這個跟這個 如果你是習慣用text文字的線段 再用一觸的話 其實一觸裡面呢 也有這個東西 caps 就是上蓋下蓋的部分 好 這上蓋下蓋的部分呢 其實簡單來說就是 它的這個文字的面 正面 背面 它會給你做一個加蓋的動作 加蓋之後呢 它會有這個倒角 就是有這個邊線的這個效果 好 那這個呢 其實 就是讓你的文字體呢 看起來比較圓滑 看起來 有比較多的一些變化 那這邊呢 我就先把它取消 ok 好 我們再打開一次 這個下面呢 它還有一些屬性 稍微簡單的介紹一下 其實呢 在下面這幾個按鈕裡面呢 其實 比較常用到的 可能會是第三個 第三個選項 這個選項呢 其實差別只是在於說 這個倒角的 這個cap的倒角呢 你必須要把它 你想要把它放置在這個文字 原本的文字外面 或者是文字裡面 就是外增 外擴或者是內縮 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去做這個倒角 這個你可以在這邊快速去做一個選擇 好 那type的部分呢 其實就是說 這個文字的一個 它的一個應該算是面的架構的模式 好 那你可以在這邊呢 去做一個切換 好 所以這邊我將剛剛Display 把它打開了之後 你就可以去看到 就是它的一個面的這個結構 不太一樣 好 那如果說 這邊其實等一下我們不會介紹到這個 搭配PolyFX的用法 但是如果說你可能想要用到這個PolyFX的話呢 它其實是針對物件的面 去做一些變化 去做一些特效 把你的這個面呢 當做這個 就是它的一個算是單位 那單位去做一些變化 如果需要用到PolyFX的時候呢 這邊就可以使用這個點選 讓它的這個面呢 就是產生更細微的這些塊狀 那這樣子你在做這些 這個PolyFX的變化的時候 可以做出更細緻的一些效果 就是你的面不會很大一塊 那你可以把它縮小 就是把它縮小到就是你比較想要的一個大小 可以在這邊呢去做一個調整 OK 好 那我們再把它切換回來 OK 好 那其實接下來呢 才是Motex它比較特殊的地方 就是它跟我們直接用文字來製作 這個3D文字 然後就是用文字線段來製作這個3D文字的部分呢 比較大的不同之處 就是在它後面的這幾個選項 嗯 它這邊呢有 all lines word letters 好 這其實就是說 就是意思就是指說 這一個 Motex它的這個影響器 你要應用在 可能是單字 可能是一個 可能是一個字母 可能是一個單字 可能是一條線 或者是所有的這個字裡面 好 直接去做一個套用 那這邊呢我們就換另外一個案例呢 來做一個介紹吧 好 這邊呢我放了很多的字 好 這就是很多這個跟新年有關係的這些賀詞 好 那在這邊呢 我如果說 你可能想要就是做一些變化的時候 你可以發現說 其實如果我加了這個影響器的話呢 像隨便我就先加一個randon 好randon的話呢 它是做亂數的一個排列 好 目前是做排列動作 你會發現說 它其實預設的話會把它放在letters裡面 好 其實就是每一個字 好 每一個字母 好 那它都會設為是一個單位 好 那如果說你可能把它放在word 這個地方的話呢 它就會認定 中文的話 其實比較沒有這個字母 或者是文字的一個區隔 那它判別的方式其實就是說 這個字呢 字跟字中間是不是有連結在一起 是不是有 就是可能有 豆點 有這個其他的符號 或者是空格 它就會把它分開來 設定為是不同的字 好 所以呢 你可以現在可以發現了 如果把它丟在word裡面的話 它就是這邊就是四個字 四個字為一組 就是變成這樣子的一個變化 好 我稍微給它一點角度好了 這樣看得比較清楚吧 好 你可以發現說 其實它的每一個單位呢 變得不太一樣了 是四個字為一組的 好 那再來 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lines的部分 lines的部分的話 就是一行 一行的字 好 所以呢 在這個調整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它每一行呢 都會去做一些 就是變化 好 這個是lines 那最後呢 當然是all all的話其實就是全部 全部的話呢 好 其實就 就是 就是全部一起動了 那當然就 比較看不出來它的一個變化 可以發現說 它就是整體一起動了 OK 好 這是這個 Motex 它裡面的這些 這個用法 那其實呢 它下面呢 還有一個 蠻重要的東西 我覺得蠻重要的 其實它在這個使用motex的時候呢 我們常常在做一些變化的時候 會發現說 它的這個中心點沒有辦法調整 其實是可以調整的 它調整的方式就是在下面這個地方 好 假設說我們拿word來做一個範例好了 那我們剛剛使用這個word的這個單位來做這個變化的時候呢 可以發現說 它其實呢 它現在的這個坐標每一組文字 每一組這個單位的這個坐標軸呢 它是放在最左邊 左上角吧 應該算是 就是 左上角的位置 那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一個 這個word 它下面 這邊其實應該是我剛剛有調到啦 所以這邊呢 其實你可以去調整 有沒有看到 它的這個中心點呢 就被我調整了 例如說我現在把它放在正中間 好 x50跟y50的位置 好 那我們再去做一些變化 那就會發現說 它現在呢 就是以文字的中心呢 去做旋轉 好 去做這個 就是它的一個坐標軸的位置 好 那這個東西呢 其實在motex 它這個 all lines word letters 裡面呢 每一個都有 都有這個axis 就是它的坐標軸 好 你可以去調整 好 那你就可以去做一些變化 好 可以看到 其實在畫面上呢 馬上就可以看到它的一個變化了 就是它有這個點的部分 好 好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就直接來 我們就來看一下 好 這個我做的那一小段動畫 好 我做的這小段動畫呢 其實主要用了這個文字 好 還有一些一些的這個影響器 好 那讓它的這個文字呢 可以跳動 好 那擺放了之後呢 就把它變成像是春聯一般的一個效果 好 好 這是我做的一個小小的一個動畫 好 好 那在這個動畫裡面呢 其實 用到的主要呢 就還是Motex的功能 好 那使用了好 這個letters的部分 好 那letters的部分其實還是算比較常用 好 就是用單一的字母去做變化 好 除非你的字非常的多 好 好 那這邊呢我用了些什麼 好 好 我其實只用了一個plan跟一個delay 好 delay這兩個工具而已 好 看一下其他地方 好 對其他地方都沒有用 好 就是用這兩個簡單的工具 好 就可以去做這樣的一個效果 好 那其實還有用使用了一個 這個spine 好 spine的影響器好 讓我的 這個文字 可以跟線段呢 去做一個排列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我們這個檔案裡面呢 有些什麼樣的東西 OK OK 我有準備了一個線段 好線段 就是讓我的文字呢 去做排列的一線段 好 那因為這個文字要跑進來 所以前面呢 還要稍微比較長一點點的這個距離 OK 好 那這個線段呢 就丟到這個spine裡面呢 好 就可以去讓它去做一個移動 好 用offset 就可以快 就可以讓它去做一個移動了 好 那這個start end的部分呢 好 就是它其實預設一開始的話是0到100% 好 它就會直接把它一致排開來 好 不過當然我不想要就是讓它完全排開來 所以我設定了一個範圍 好 讓它只有在這個範圍裡面呢 好 就是 就是它的一個距離 有點像是算是它的間距 好 已經在我 在這個 spine的這個影響器這邊呢 已經調整好了 好 其實就可以 好 就可以完成 好 那我這邊呢 在end的部分呢 剛剛有看到它有說了一下下 好 就是為了想要讓它營造這種 就是彈簧的效果 好 那這個彈簧的效果呢 其實在這個delay裡面 我們之前有介紹過就是 兩種damping的方式 好 那more graph的話就是用這個delay 好 就用這個delay的控制器 好 那它其實呢 會影響你所有 嗯 嗯 這個text 好 剛剛其實還有一個spine 好 剛剛是放到 剛剛是點到另外一個 好 是下面的那個小小文字的部分 好 所以其實這邊呢 我就是用spine plan 跟delay 好 那這個delay的它的位置的順序其實很重要 好 如果你把它放在只有這個spine下面的話 好 plan所製作的動作就不會有delay的效果 好 這個順序很重要 好 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 那這個另外一個呢 就是plan的部分 好 plan的部分呢 我把它放在這裡 我是將它設定為一個範圍 好 那這個文字在經過這個範圍的時候呢 你就會發現它有一些變化 好 我們再讓它跑一次 好 你會發現這個文字呢 好 它在跑到這個範圍的時候呢 好 它就會縮小 好 並且往上移動 因為這個 我這個plan呢 好 就是設定 縮小 以及往上200公分的一個位置 歪軸200公分的一個位置 那它就會產生這樣子的一個變化 就是在經過的時候 可以產生這樣子的一個變化 好 那其實這就是我們這一個 呃 小小的一個教程的介紹 呃 好像很快 這個MOTEX好像也沒什麼東西可以講了對不對 好 那其實今天呢 呃 這個MOTEX有相關的一些 教程 其實我還有準備一個小小的 呃 跟它有相關的一個小技巧 那想要提供給各位 各位 那如果現在呢 等一下有人想要聽的話呢 就馬上按 按 那個馬上打加1 好不好 那打加1 那如果有 有人回 回應的話 我就 這就是 我等一下有再補充那個東西 好 那這個MOTEX 其實說 說了這麼多 其實 要做當然其實 沒有那麼困難 那其實呢 呃 Smile 4D 它其實也準備了一些模板 它有準備了一些模板 讓我們直接去做使用 這個模板在哪裡呢 這模板其實 還不錯 在這個 效果還不錯 我有看了一下 好 在Content Browser裡面 我們現在打開來看一下 這個是 Broadcast Broadcast裡面的 的這個 Preset Preset 呃 應該是這裡 對 這邊 Type Animation Preset 這個地方呢 有Animate In 跟Animate Out 好 Animate In 當然就是 進場 Animate Out 就是出場的動作 好 可以稍微 直接點開來一下 好 它應該是會開到一個新的檔案裡面 好 你就可以看到 欸 其實它就有動作了 它有動作了 好 那你只要改變它的文字 好 你就可以去做出你想要的一個 好 可以看到它其實它裡面還蠻多的 有11種 有11個版 11個模板 你都可以直接去做應用 好 那它裡面呢 就是除了進場之外呢 還有出場的部分 還蠻有趣的 那你只要改變它的文字 就可以 就可以變成是你的東西了 那例如說我現在改一下好了 嗯 來打個 Happy New Year Happy Chinese New Year 就是 你可以自己去改變它的 裡面的一些東西 那就可以 就可以很快速的去套用 這個模板的部分 好 那 呃 所以呢 到這邊 好 呃 好吧 既然其實還是有人點擊 打加一 雖然說 雖然說 只有一個 沒關係 那我還是稍微講一下好了 呃 這 要講什麼呢 其實這個東西 跟我們的這個Motex 也有關係 齁 那 其實這個東西 呃 我個人覺得它還蠻 呃 算是蠻實用的齁 如果說你會用到一些這個文字的 齁 這個 數字的這個 就是 變化的話呢 我覺得這個東西呢 應該會很還會還蠻有幫助的齁 齁 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齁 這個東西呢齁 就是文字的一個變化 齁 就是數字 就是 跑動的一個效果 齁 這個東西呢 要怎麼做呢 齁 這個東西其實會用到一點點 這個 Xpresso Xpresso的東西齁 去 撰寫齁 齁 那這邊簡單的操作一次給各位看齁 齁 我們可以先這個加一個文字 齁 那如果說是還沒有接觸過Xpresso的這個 呃 使用者齁 你想要就是 了解一下這個東西怎麼用的話呢 齁 這也算是一個蠻 蠻實用 然後又是一個算是 呃不會太 不會困難的 齁 一個教程齁 齁 那這邊提供給各位 齁 我們這邊呢 其實就是要用這個 用一個選單 來去控制這個Motex 他的這個文字 好 文字的部分 把它變成數字齁 齁 好 所以這邊的話呢 這個text的部分其實現在呢 是可以不用去設定的 好 那我這邊呢 呃 呃 會給他做一個群組的動作齁 因為我想要把選單放在群組這個地方 齁 那其實要不要設定群組呢 也不一定齁齁 你也可以直接在Motex裡面去做 齁 但是呢 他裡面的介面已經這麼多了 齁 那要再去調 可能就會覺得有點亂齁齁齁 齁 那我們先設定一下這個選單 齁 在NOR這個地方 齁 點選到這個UserData 好 ManageUserData 齁 把它打開來 好 开启一个Data 这个Data就是我们想要的一个资料 这个资料 例如说 名称的部分可以随便打 我就打一下 数字 OK Data Type的话 应该是不用改 这个没有错 Interface 这个东西是 你可以去改变一下 你最后会显示的 一个模式 然后再来单位 单位的话 我们就直接用Real 就是真实的数字 你可以去设定最大值跟最小值 例如说我设定0到100 这个Laba最高你就是可以拉到0到100而已 其实当然还可以 你可以去设定说 它要不要 可以拉超过100 它后面还有一些参数 你可以去设定说 它是不是真的只有0到100 或者是你可以超过这个数值 这个后面可以自己再调整 好 那这个Default 就是预设值 你一开始要放在多少 例如说我放在20 OK 那这个Nur这个地方就会多了一个UserData 有一个数字 有一个20的一个Laba 那这个就是我们等一下去控制它文字的一个数字的一个显示 接下来我们就要在这边加入一个Expresso 好Epresso 那加入这个Epresso之后呢我们会有需要两个东西先把它丢进来一个是Nur 一个是Motex 好Motex Motex我们要怎么 其实这个Epresso呢它其实就有点像连连看 就是一些关联式的东西 你要去叫它去做一个关联 它就知道说你这个参数要去改变什么样子的一个属性 好 那例如说我们这边呢 好 要就是要使用的是要用这个Nur 好 它的数字 好 这个Nur呢 好 我们这边是 嗯 Nur 应该是 它这个有颜色 颜色 呃 左边的话蓝色其实就是input 接收 红色的话就是输出 output 好 那你要用什么去控制 我现在是要用Nur去控制别人 好 所以它就是要做输出的动作 好 那我们先将它的一个选单拉出来 好 Motex的部分呢 好 就是我们要 我们要被什么控制 控制什么属性 控制的是 Object的Text 好 Object的Text Object的Text OK 好 其实如果你直接连起来的话呢 它就会有作用了 有没有发现 好 我直接把它连起来了 好 就会发现说 诶 它现在呢 就已经可以控制了 好 其实 我一开始呢 我做也是这样子做了 那其实设定动作 关键影格呢 就在这边 嘿 很快的 我们就可以去做出一个数字的变化 好 但是呢 这边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 呃 它其实在跑的时候 它会有小数点 好 这个其实 还满讨厌的 好 就是如果说你只想要数字 就是真实的数字 只要不要小数点的部分的话呢 好 这可能就会对你造成一些困扰 那如果说不要小缩点的话呢 我们会必须要再加一个东西 加一个东西 在这边 Expresso 好 这个东西 把它加入进来之后呢 它就可以把它设定为是一个 它可以把它认定为是一个 就是真实的数字 就是不会有小数点的一个数字 然后把它去做一个连连看 把它连接起来 OK 那我们刚刚调整的这个数字呢 就不会有小数点的部分了 OK 这个就是我今天想要再补充介绍的一个 就是文字数字变化的一个小教程 那希望大家会喜欢 好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呢 就介绍到这边 好 那 就 也 我们今天呢 就是算是我们这个最后一次 今年度 这个农历年度的最后一次的直播了 好 那也感谢就是 各位就是长期以来的这个关注 好 那希望呢 就是对对我们的这个直播很有兴趣的 好就是很喜欢我们直播的朋友 好在这个明年度好就是农历春农历的明年度 好也能继续支持我们的这个直播好的活动好 好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了哈 好那如果有什么样问题的话呢 好 其实 好也可以在 好我们的直播 好你可以现在留言 没关系 好那如果来得及的话 好我可以现场立刻立刻 就帮你做讲解哈 那或者是说哦就是你可能有问题 你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讲好 那其实就可以直接私讯给我们好 好那我们就会 就是会定时好去 收看就是各位的问题好 那我们也会尽量呢 就是如果可以用口头的方式 就是用文字的方式解答 好当然最快 那或者是说 如果比较复杂一点的话呢 我们可能会就是直接用影片的方式 或者是用一些这个图片的方式 去帮你们去做一个这个解答的部分 好那非常高兴 就是我们这个直播到这边 算是告一个段落了 那也祝大家这个新年快乐 好这准备要过新年了 那祝大家新年快乐 好那 嗯 并且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 就是明年继续支持我们这个 中萌的这个C4D直播 好那 我是Danny 那我们明年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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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